春节将至为了慰绕国军弟兄 秘书长率团到后子部进军慰问 皇秘书长就此时表示 南投地处山区已有天灾 灾后国军弟兄都能够迅速进驻之园 协助各在区抢救工作 以及家园福建工作 感谢所有进军团的企业单位 代表给予国军支持与关怀 展现民进军 军爱民的精神 今天很高兴代表许县长 会同我们南投县各界进军团的团员 来到后备指挥部 办理113年南投县各界春节进军的相关活动 我们知道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我们国军的弟兄姐妹 在整军精武整个代弹 备战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除了平常的训练之外 在平时的时候 因为本县位置山区比较多 目前又是气候变迁 气候的状况比较复杂 那所以天灾比较容易来产生 那像尤其在去年的8月开始的几个台风 造成我们在山地的地区 尤其是仁爱乡跟信义乡部分 都受到台风的一个侵袭 毫雨的一个侵袭造成一些灾害 那也因为我们国军迅速的资源 这个救灾的人力跟复原的人力 以及相关的机具 让我们配合我们县政府 努力的这个很迅速的完成这个救灾 跟复原的工作 那我们常讲说 国军是这个社会安定的基石 也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基础 那另外他们苦民所苦 那这个部分我们相信 我们南投县的相亲 更能感同身受 所以代表许县长跟我们所有的相亲 对于我们国军弟兄姐妹的付出跟贡献 滞上12万分的敬意跟谢意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南投县各界的 这个不管是企业或者这个社团 也都能够一起参与这个进军的活动 那长期以来跟着我们县政府 我作为国军最坚强的一个后盾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有更多人的 更多的企业 愿意一起跟着我们 来办理相关的这个进军活动 后支部旅长林献均上校 兵诊中心主任张双福少将 二零酒厂副厂长 苏银加上校 以及献兵队队长张伟杰 也率领干部代表 接受加菜金 对于南投县各界 能够到营区绕军 以及对国军弟兄的支持与协助 也都表达感谢之意 此次绕军活动 除了由红委书长率团之外 社劳处副处长庄穆兵 民政处副处长赖琼美 南投市长张嘉哲 以及各乡镇公所 南投县军人服务站 南投县进出口工会等单位 也都派出多位代表参与 自证加菜金给各国军单位 卫捞国军 记者陈寅志 积极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